曾志伟由于蓝结音事件,今年深陷造谜,原本她的长女曾宝一,长子曾国祥都是演艺圈名人,但受风波拖累,只能减少露脸的集会。 日前正值曾志伟前妻王美华的父亲,过90周岁生日,曾宝一陪家人一起到台湾伊兰为外公庆祝生日。 照片中,曾宝一零七已经慢慢削减,素颜状态其实还不错,45岁仍像个孩子一样活泼,曾宝一的母亲王美华几十年几乎没什么变化,笑容满面非常乐观开朗,宝妈今年65岁了, 离婚后一直未有再婚,2014年6月,曾宝一与外公王月善录制和从何处来的节目,当时外公已经85岁,按十月周岁来算,王月善已九十周岁,曾宝一没有在文中提及外公的年纪,其实还是蛮细心的,毕竟老人最怕的就是数着自己的岁数过日子,曾志伟与王美华的婚姻只维持了三年,当时曾宝一才三岁, 由于父母的离异,她也从香港搬到台湾定聚,由外公外婆照顾,所以曾宝一与妹妹曾永宜,是在母亲家庭长大,对这个家也更有感情,曾经青春无敌的曾宝一转眼,就四十五岁却一直没有结婚,就连恋情也尚得可怜,或许还是跟她的父亲增织的有关, 有这样一个厉害的岳父,估计任何一位全女婿都望而生畏,父亲是香港演艺圈大佬,母亲是台湾名人,曾宝一早年在香港出道,之后又到台湾担任主持人,2000年初,曾宝一开始的内地发展,风,却又不是大气的主持风格,宣说观众的喜爱,曾宝一外形小鸟依人, 个性活泼开朗,声音甜美,虽称不上是女神级的人物,在辨识度很高,与父亲粗狂的外表偏让之别,爱笑的曾宝一非常像一位邻家小妹,聪慧又不是天真浪漫,出道至今二十多年,曾宝一有两个公开的男友,其中竟然有三段恋情,第一段是他与学长林明谦的恋情,应该算是初恋,第二段则是与台湾主持人黄宝一, 同志角的恋情,分手后曾宝一又与林明谦就情复杂,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但之间仍未完婚,现在的曾宝一很享受自己的生活,心态依旧非常年轻,由于受父亲影响,曾宝一今年的工作量很少,但他并没有戳脱十日,而是一旅游的方式修行,并定期与家人见面。